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lorious Timefish GCC4的小周,我们好久不见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原本想说就是跟小刚一起做介绍的 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没有机会就是见到小刚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介绍比较那么神圣 然后也那么专业的一个工作,我还是教会给小刚会比较好 那这段时间呢,希望大家就是要好好待在家,照顾好自己 疫情之后,我们有机会再见咯,拜拜 周杰伦,JCOW,大言的手表品牌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Glorious Timefish GCC4的小刚 今天这一集还是蛮兴奋的,因为地多 土豆 那说到这一支表呢,其实还蛮多感想想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啦,小刚我个人觉得其实 金表跟年轻市场这两个字,这两个区 其实还蛮难搞的 但是,Tudor,Tudor这个品牌 就是所谓劳力是不做的,地多一直都在试,一直都在做 那对不对,基本上地多非常的成功 我是觉得,成功在什么东西呢 它把这个金表啦,我可以说 就是有金色元素的这些款式手表啦 把它让更多年轻市场去接受 甚至做得非常的成功,卖得非常的好 那我可以说,这个真的是要大打称赞一下 那你看,今天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支Tudor 这个Black Bay的这个Chrono 即时的这个SG 那SG甚至民间有称它为Standard Steel G就是叫Go哦 这样子 那今天分享这一支呢 是一支一位表友借给小刚拍摄的 那个人觉得这支表 因为就好像小刚想说 到底它是一支非常帅气的这个日用表呢 还是一个非常有形的一个休闲表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因为这支表 先说一下它的规格 41mm的这个规格 14.9的厚度 然后表尔到表尔 几乎大概是在50mm左右 然后200米防水 然后用了这个Manufactured Tudor 这个自家的机芯 这一些就是它一点点的一些这个规格 但是这支表小刚把玩了之后 其实整支表拿上手不像41mm 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壳的造型 还有它厚度 加上这个皮带 这种复古的这种皮带 还有电的 所以有底层这一支电的 所以戴在手上是让你觉得它比41mm还要大的 所以这边 讲到表带的部分呢 我个人觉得从一代也知道了 那你不了解表 这边说一下这种尼龙表带 这种那一头 也是当时候 好多年前 这个Tudor 这个Tudor 这个品牌 就是带出这个潮流 到现在哦 这种复古这种做旧的皮 这种表带了 也是可以说是 低多把它这个风潮带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厉害 那这支表呢 整个面盘 你会看到它是用这个 不是面盘 对不起 这个面盘 这个3点 9点钟 这个 即使眼 这个眼呢 它是用了这个金色来做 衬托了这个表圈呢 还有这个按把呢 这一些哦 三个这个按钮 按把 都是一样 这个金色的哦 它不是整支表 都是金的哦 所以它是还有这个 不锈钢的材质 跟这个 K金的这个 Solid Gold的这个材质 那这边要说到 它的这个机型 这支表的机型 就是一大特点 MT Manufacturer Dulo自家5813 跟这个百年龄 Brightling 所共同这个 合作的一个机型 非常的强悍 甚至他们说 终极价位里面 你可以找到最高规格 就是说性价比最高 CP值最高的 这种即时机型 可以说是 这个5813这个机型 4Hz机型 导注轮即时 这种Columbu 5卡路油时 Free Spunk 然后高达70个小时 储存动力 然后天文台 Chronometer Officially Certified的这种等级 还有这个 Silicon Balance Spring 这种细油式 这种抗磁的一种功能 非常的强悍 整支表 所以这支表 只是有一点点 要享受的话 那小刚把玩的一个按把 一点点的遗憾 就是它这一个 启动即时的 这个按钮 确实是比较硬 感觉就是比较硬朗 那可能这一边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只是这支表 我觉得如果它改善 这个按钮回归的 这一种感觉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完美中 完美再更完美 可以说是 但是它回归 归零的那一个感觉 确实是非常的清脆 这也是小刚 对这支表的看法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